Hello,大家好,我是老崔 今天看到一手口袋A输给87的手牌,感触很多 有时候在特定情况下,漆掉口袋A也是无奈的选择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这手实战手牌 翻牌前,枪口被漆牌,还Jack被漆牌 官位拿到口袋A,加注到2.5个大芒 在六人桌,官位的开持范围是 口袋3以上,67-AK童花连牌 70-A勾童花格章 真6以上童花,A2-A5童花 K3-K5童花,10-G不童花以上 A9-A8不同色 翻牌为漆牌,小盲位拿到87黑桃 GTO的建议是漆牌 但有些牌手很喜欢用这样的手牌跟注 因为可能中童花 顺的听牌,甚至天花和天顺 小盲位就是这样的牌手 选择了跟注 这个跟注将小盲位的范围 限制在中等的牌力 不会有墙牌和垃圾牌 我在大盲位拿到18梅花 既可以加入,也可以跟注 这里我选择了跟注 现在是三人底池 7.5个大盲 翻牌797,两张红桃 小盲位中了名三条 过牌埋伏是常用的策略 尽管在官位的范围内 有大的7X甚至口袋9的组合 但更多的还是超顿和AX的组合 我有两头顺的听牌 在多人底池 过牌是首选 官位是最大的超队 另外还有后门花的机会 持续下注是必须的 下注四个大盲 接近半尺 也是合理的尺度 一些铜花和顺的听牌会跟注 一些小的对子也可能跟注 小盲位跟注是名三条的标准打法 我的顺的听牌 赔率也不错 跟注是最佳的选择 底池现在是19.5个大盲 转牌方片四 排面多了同华听牌的机会 小盲位继续过牌埋伏 我也只能过牌 在多人底池 家注诈呼绝对是不应该的 官位持续下注11.5个大盲 半尺多一点 这个下注的理由 就是拿听牌和对子的价值 小盲位凹印72.5个大盲 我认为这个家注尺度太大 很容易将一些小对子和诈呼牌打走 建议加注到25个大盲 这样SPR值在核牌应该在0.7左右 尽管不太理想 打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凹印对我来说太大 两头顺的听牌根本接不下来 只能弃牌 官位思考了大概40秒的时间 只要是评估小盲位是否有口袋9 口袋4 以及79的葫芦组合 是否有口袋10的操队组合 小盲位听牌的诈呼组合应该不多 对手的入持率只有16% 应该是打得比较紧的牌手 小盲位拿到A9 口袋2 口袋3 口袋5 口袋6 口袋8 会加注6倍凹印吗 我认为很难 口袋10会吗 也应该不会 我们在翻牌前 已经知道小盲位 不会有口袋勾以上的对子 那么还剩什么呢 只能是明三条和葫芦的组合 基于这样的分析 官位能够弃牌吗 我认为应该可以 官位弃不掉抄队 最后还是选择了跟注 合牌梅花4 小盲位最后中了葫芦 赢得这个大抵池 从这手牌中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经验 面对对手大的加注 我们要问自己对手加注的理由 对手的范围可能是什么 行动线的行为模式 对手的松紧程度 对手的手牌和公共牌面 匹配度好 弃掉口袋A是可行的 你对口袋A如何避免输掉大抵池 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拜托大家订阅 点赞转发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